2021年的奧運城市日前在東京熱烈舉彈中 而在本屆奧運會裡頭,有跳水皇后之稱的郭晶晶 擔任國際泳聯技術委員會委員,即是裁判的裁判 自己做這行這麼長時間,還是有很多熱情想要繼續參與其中 而且我覺得這是我的任務,我需要去做 郭晶晶的丈夫霍啟光,自稱司機亞霍 買齊各種物資,親自送太太揣發東京 更加發微博,大力支持愛妻接受新挑戰 這頭晶晶在東京擔任裁判,那頭霍啟光 摘出獨自帶著三個小朋友吃快餐的相片 被網友棄稱為典型老豆獨自臭B日常,令人倍感親切 精光夫婦結婚九年裡頭,郭晶晶在豪門中 始終保持著獨立自主的地位 兩軍充滿煙火氣的小夫妻生活 在眾多女明星命人家豪門的案例中,顯得難能可貴 郭晶晶的獨特魅力和秘訣到底是什麼? 到底郭晶晶和霍啟光是怎樣經營這段非一般的豪門愛情? 由十四歲開始到三十歲,郭晶晶曾經獲得過無數次跳水冠軍 多次閃耀於奧運跳水台,被稱為跳水皇后 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高,郭晶晶收獲金牌 亦都成為中國跳水界的領軍人物 亦都在這一年,豪門公子霍啟光 借著奧運選手去中國香港交流的機會 以粉絲身份混入人群,結識了郭晶晶 當時仍是國家隊運動員,國家隊管理非常嚴格 即使在北京都未必能出來 也很有緣分,見完香港之後很快就有上海F1 他們就受邀出席,我剛好也有機會去 我就純達,咦?接下來有方程式 當時很多人飛上上海 不如有機會就碰一下臉 然後我就記得很清楚這個人 因為當時我去哪裡都出現 死筋難筋,死前難打 死前難打就是這個意思 很快,豪門富二代猛追澳運冠軍 郭晶晶的消息佔據到八卦雜誌頭條 當時霍啟光是豪門圈子裡的串石黃老五 無數女明星鳴門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但晶晶和霍啟光交往期間 她的心態從來都不悲不講 她曾經說過,霍啟光是豪門 而她自己是奧運冠軍 豪門有很多,但奧運冠軍 就不是很多人 我沒什麼壓力 我覺得起剛有壓力了 她說08年奧運會的時候 如果我拿不到金牌,人家會罵她 是吧 因為她當時也在現場看比賽 我想她應該比我更緊張 帶著這種平和的心態 歷經幾年的愛情長跑過後 郭晶晶在2012年正式介入霍啟光 你跟起剛,你們結婚其實蠻大的新聞的 就那個時候你真的會有心理壓力嗎 因為畢竟這樣的一個家族 你有考慮過我們當戶隊嗎 沒有 你非常信任起剛是嗎 我是 是 我覺得我們兩個在一起都很開心 挺開心的,沒有什麼問題 不做生仔機器低調樸素肉儀 房間經常描述女人一入豪門深似海 郭晶晶自小在跳水隊長大性格單純 大家都好疑惑她到底可否適應豪門生活呢 13年到19年期間 郭晶晶生下一兒兩女 她難免被八卦媒體描述為豪門生仔機器 但是2013年11月 精剛兩個人搬出霍家大宅 而狗仔對更加聚焦 郭晶晶平時用的49元的袋 只是用5毫子的頭繩 金擠劍,完全都不像是一個豪門媳婦 很多東西她都是比較無所謂 比較隨意的 兒子上學放學都是自己接 即不是社會project的image 好像小奶奶 她又絕對不是這樣,她自己也不甘心 運動員是很辛苦的行業 所以她現在其實都是自己做的 霍解江夫婦不留戀豪門生活 反而以低調博素的方式 言傳新教般辱異 她們帶小朋友做公益的鄉下勞動 令小朋友感受到每粒米都來之不易 培養小朋友折劍的觀念 每粒都辛苦大家說得多、聽得多 但是整個過程真的未感受過 我們這次的體驗 雖然時間不太長,但也很辛苦 跟小朋友一起,讓她好小的時候 就是知道食物要珍惜,不可以浪費 雖然精光夫婦日常哲劍 但行線從來都不會節省 去年疫情期間 兩宮波豪氣捐出7千萬的善款 其他豪門貴婦日常生活出入波長 但郭晶晶將豪門生活過成平凡 中見價值的限量版豪門生活 她是會做什麼事都會按規矩來的 不會說想走點捷徑或是怎樣的 但是無論在什麼身份上 運動員也好、接受的困難也好 到現在有家庭 還是照樣過日子、不時 事業心理減退獲得丈夫支持 看到今年霍啟江送老婆出發東京 擔任奧運裁判的樸數畫面 大家更加明白 雖然郭晶晶不是豪門 但霍啟江心目中 就是實實在在的家庭重心 她的生活的背景跟她成長的背景 跟我是不一樣 是的 但是她的一些處事做法 我覺得我很欣賞 因為可能跟我不一樣 我覺得她做得很好 如果我沒有應酬 她晚上都會回來吃飯了 無論蒸蒸重返跳水事業 還是積極做公益慈善 一旦事業召喚她 她從來都無需擔心 不會得到另一半的支持 而她想過平淡低調育兒的家庭生活 丈夫也會全心全意配合 很多事都會自己做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對小朋友的影響是很好的 我們希望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可以有一個開心 所以我們絕對不會說 一定是亡子成龍 郭晶晶從來不會曬自己有錢 而老公霍啟 剛就一月十多年前 好像一個粉絲一樣追隨她 丈夫的支持 令郭晶晶永遠閃耀著光芒 我是霍喜剛 我是霍喜剛的老婆 郭晶晶 我是郭晶晶老公 這個好大 奧運冠軍的光環 固然令晶晶 立於豪門面前 而毫不信息 但你堅持做自己 不依附攀員 亦都不委曲求全 才是她經營這段 豪門婚姻的長久之道 婚姻裡頭 兩個獨立又互相支持的靈魂 才是最難能可貴 希望精光夫婦長長久久 讓我們繼續善慕下去吧 奧運會進行得如火如荼 中國選手們不斷向金牌發起衝擊 我們吃過群組也看得容易跌倒 但有些選手受實力之餘 竟然又收買恩愛 甚至幫擊你的競技場 每天甜蜜溫馨 等圈圈就帶你一起來 來護顧一下歷屆奧運會的心情瞬間 記者招待會上的驚喜求婚 在今屆奧運會的女子劍術個人激劍32強賽中 阿根廷選手莫里斯遺憾止步32強 不過莫里斯在賽後接受採封的時候 教練兼男朋友從後面一來 打開了一張紙面對著的狗糧專業戶 講起最經免的賽場求婚 莫過於五年前 里約奧運會的跳水場 當時中國選手何知獲得銀牌 但比獎牌更激動人心的是 在頒獎禮後 中國跳水隊隊員陳海向何知求婚 恭喜何知獲得銀牌 恭喜何知獲得銀牌 也感謝何知陳海夫婦為中國跳水作出的貢獻 希望你們永遠都幸福快樂 作為狗糧專業戶的中學跳水隊 當然不敢於此 有記者在賽場上採訪了一位高顏色的男觀眾 對話如下 你們自行走走一下 今天來到這次的泰水場 溫宿的挑戰 很難吃 很難吃 甜到柔油 其實當天發生什麼我也不知道 然後第二天的新聞全是泰水 算了嗎 算了 算了 這位狗糧 泰國為經 我願意 鐵勳有情 在賽後採訪的時候 這個大男孩就跟女朋友表示 久等了 等我回家娶你 亡妻的愛 07年的一場車禍 令到斯泰納和她的太太天人永隔 自此之後 她總會把太太的照片帶在身上 尋求謝海的慰藉 幸好功夫不負有心人 她如意拿下了金牌 高位了天上的亡妻 奧運賽事緊張激烈 而這些慈密動容的瞬間 就見得更難能可貴 斷斷營足足願天涯的 有情人終成居住 歡迎回來 還有幾天的奧運會 就準備落下為幕了 今期我們為大家 準備了一位特別的來賓 一起來聽聽專業人士的奧運情報 歡迎來到這一期的姐姐堪茶 聖蒙在奧運期間 於是請來了一位非常適合主題的 體育頻道的陳寧老師 還有我們一向的老朋友 Kelly 總頂要請教edu 下次再聽聽 Bueno не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次出圈是因为他们一起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 然后他介绍自己说 大家好,我是郭晶晶的老公霍启刚 对啊 我是霍启刚 我是霍启刚的老婆郭晶晶 我是郭晶晶老公 这个好帅 他愿意将自己的头衔摆在他老婆之后 愿意做一个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 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很令人见过 他心甘情愿觉得这个是明星 我是明星后面的男人 对啊,他觉得他老婆的光环比他大 可能大家会相似得久了 那郑晶晶不用说了 我们中国女性的典范来的非常之严肃 但是近期都留意到的一些新闻 就是说郭晶晶和霍生一起出去 是郭晶晶自己在戚着那些车的 小朋友的车的 而霍生就在旁边闲天先步下 就是他把自己的位置放下了 就是跳水皇后在这段关系中 他心甘情愿去维护自己老公原样 我觉得有一点,霍晶晶做得特别好的 就是他把一个在豪门长大的子弟 拉到地面说我们好像平常人这样生活 他两个是会穿很普通的衣服 譬如说地摊货 然后一起去煮饭 给你几个子女一起吃 就是这种是平常人的烟火气 所以他会很珍惜一个这么珍惜的女人 你以为霍生是爷爷很有钱的 其实他就是一个继承者 但是他也是一个比较优秀的男人 但是他真的是明星来的 所以其实他那种 其实一直都有 你开始崇拜 靠边就变成一种尊重 但如果我很崇拜一个人 我是没可能嫁给他的 为什么 太崇拜一个人会令我有压力 比如说我很崇拜沈童 腾哥我是不能嫁给你的 我觉得两个人的感情或者婚姻 一开始可能是始于吸引 对 但是长久我觉得还是要靠人品 有经营 对 我觉得要靠经营 但是你首先基础要有吸引 一定要吸引 你不吸引那就很快就完了 始于颜值 终于人品 限于才华 你不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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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被人骂 还有刘斯文都被人骂 对 因为我们比安波 那些镜头很什么 很凹 他就指甲 还有那几条链 就是全部都很漂亮 那些人说你 哇你拿不到冠军 你还搞这么漂亮干什么 有个编导 发了一个文章 就找出他以前 买了很多那只运动鞋 一踢 他说你 你为什么不消掉这些鞋 你为什么不穿李玲 你为什么不穿安达 你为什么不穿这个红星以黑 真的 很无理取鬧 就网布 别人在舞台上表演 我喜欢 我喜欢怎么打扮 我只要发挥自己的水平 对得住祖国对得住自己 就OK了 没错 没理由说我不涂子介谋 如果不涂子介谋 你你输了人家就说 你为什么不涂子介谋 你人家冠军逃了 你是不是因为不涂才赢不到冠军 人家一样有话说 有加之最好啊无次 我同意陈老师的观点就是 身在其中的人 我觉得内心要强大一点 对保持这种自信 对 另外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 还是要多包容一些 更多元化一些 对 以前可能觉得 那个事业冠军 好像看起来都是朴素的 但是你不代表说 奥运冠军 他就不能爱美啊 就是你一定要朴素 对啊 他可以 他也可以买名牌 他也可以把这 是的 装得美美的 是的 从这种社会心态分析一下 无外乎也就是两种人 一种人他自己很优秀 但是他不够美 就是一种妒忌心态 那有一些我很美的 但是他没有才华的 但是凭什么你可以 对 其实就是妒忌 对 就是酸 他是运动员更是个女孩子 我会觉得 比如说做美甲也好 戴脸也好 戴那些 头饰也好 其实就是他们增强自信 一个利器 还有一个女孩 觉得自己漂亮的时候 会更有自信 其实他们只不过 十几二十岁刚出头的小朋友 如果你把他们当机器人 他们只允许赢不允许输的话 那他们就不是人 而是机器 对吗 运动员他心态好的话 上场发挥得好一点 对 你要先允许他是一个人 再允许他是一个优秀的人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可怜 太可怜了 被人绑架得很厉害 我觉得评论那些可怜 那些是可怜虫 对 他没有把自己的生活 跟别人分开 他把自己意识了 如果你希望你什么都优秀 你自己去做 你不要强加给其他人 哇哇哇 一场奥运 令哥哥姐姐们 谈出了人间心情 和世间白态 我们从来都知道 世事无完美 但是因为我们有爱有包容 所以我们选择善良 希望你也是 再一次向所有奥运建议们致敬 你们都是我们的英雄 赞领了一段时间的广州演出市场 终于都复苏了 开心麻花将于是这个8月 和广大的粉丝 献上好几部好戏 快点来看看 有没有合你心水的了 开心麻花经典五星 爆笑喝水大气 核玩艺术家 马上即将在8月初 和观众见面了 这部剧讲述的是 画家废俊有一天 夹到一个可以画预言画的新技能 这一个新技能 令到他身价部长的同事 也激起了身边人的层层矛盾的 搞笑故事 被网友评演为笑点最密集的画剧 还有浪漫的穿越题材 轻松轻喜剧 时光旅行谷意外事件 讲述了爱妇花式折磨女婿 演绎家庭版无间道的世事代佛 五等搞笑大气即将在8月上演 死人了 9月份还有最后赢家 乌龙山发授 多部高人戏高口碑的喜剧 连年开票 还不宜玩 观众千万不要走过了 首床开心麻花国洲买票 看完这么多奥运的精彩故事 接下来就听听我们街坊的心声 各位街坊 如果你去参加奥运会的话 会选什么项目呢 我可能喜欢冰湖 因为滑鱼鱼好像很好玩 我们中国第一面金牌的射击 还有它一只手插着腹袋 一只手描着那个动作 我觉得比较棒 我最想参加跳水的项目 因为我比较喜欢的运动员 都是跳水的项目的运动员 我最想参加足球 国足实在是太下饭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想参加羽毛球 因为在这么多个项目里面 我会比较会打 希望在东京比赛的奥运建议们 可以海船归来 更多东京奥运的精彩资讯 锁定朱家银到奥运时刻 今天的关注就可以看啦